现在我们要跟大家聊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集合 其实呢,集合啊 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名词 不是呢,什么早上,大家全体呢,集合 在数学上呢,集合这个词 其实跟我们平常呢,的这个团体啊 概念上呢,有一点点像 OK,那集合呢 当中又有另外一个相关的名词呢 叫做元素 但是要小心这个元素呢 跟化学里面的元素不一样 总之元素呢,就代表的是一个 类似像是个体的概念 好,我们直接来举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呢,有一个集合 是叫做小于十 小于十的偶数,正偶数 我们写一下 如果有一个集合呢 是小于十的正偶数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小于十的正偶数 这个团体里面 有哪些数字呢 它的元素 有哪些个体 就有二 有四 有六 有八 OK,这每一个呢 都是一个什么 都是这一个团体里面的一个个体 OK,这个呢 就是集合跟元素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描述这一个集合呢 这个小于十的正偶数 你可以把它写成呢 是这样子 二 四 六 八 注意,这样代表的是一个集合 就好像这个班级里面呢 有这四个同学 而这个呢 我们则是用大夸号 OK,把你的集合的内容呢 写在里面 这个是大夸号 OK 那其实呢 顺序重不重要 其实不重要 一个班级里面 比如说呢 三年二班里面 有小明 小华 小强 跟这个 小臣 举例来讲是这样子 跟呢 你把它反过来说 一个班级里面 有小臣 有小明 有小华 然后呢 还有小强 虽然顺序不一样呢 但是其实都在讲同一个班级 所以 如果今天我另外写了一个集合 叫做 六 二 八 四 基本上呢 这两个集合呢 是一样的 OK 他们两个呢 是一样的 好 那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通常会说呢 这个元素呢 是属于 这一个集合的 就很像我们会说呢 某一个个体 是属于 某一个团体的 比如说呢 冠尾学长姓 吕 OK 那我呢 我可以说 冠尾学长 是属于吕家的 OK 就是吕家 这一个家族呢 里面有个个体 是冠尾学长 所以今天呢 二 四 六 八 任意一个数字 任意一个元素呢 都属于 这一个集合 那我们比如说 举个例子 我们就写 四 比如说是四 好了 它呢 属于 这一个集合 那我们这样念的时候呢 就会念作 四 属于 集合 然后里面是二四六八 OK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 取名叫做 S好了 我们把这个东西 记为 S 我们把这个东西 记为 S 所以我们可以 再一次这样写 我们写 四 属于 S OK 四 属于S 是这样念的 但是呢 三 这个个体 它就不在 S这个集合里面 三 就 不属于 OK 画一个斜线呢 下来 方向应该是这样会比较好 三呢 不属于 S OK 四 属于S 三 不属于S 这两个呢 的写法 就是指 一个元素 在一个集合里面 一个元素个体 不在这个集合里面 OK 所以 透过这样的解释 你应该已经初步了解 什么是集合 什么是元素 以及 我们怎么样用 属于 这个符号呢 来表达 元素 跟 集合 之间的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